接著有一個比較小器的人 我不敢說 有一位KOL 叫大家不要再說這件事 不要再吃花生 要關心國家的事 我沒有聽他 這個工作不錯 兩行一後 其實我本來真的不想做 第一聽見 首先有一後 身材又好 皮膚又好 這是我們這杯茶 我替你跟台長說 其實我認識鱷魚這麼久 他最恩代我就是這次 我可以讓你倆夾著 我不覺得他經常都恩代你 其實我是喜歡一黃一喉 兩黃一喉給我玩 傻瓜 我等這次機會 你千萬不要 我們三個都多話說的人 第一次做節目 Pemiga好像有少數資料 你現在是不是預告家事呢? 因為我們今天好像只有一個小時 是啊 沒關係 很彈性的 那些 不不 都會 因為之後有谷花台 我的意思是想 不要叫我自己聰明了 有些瘋子 如果流了出來的 麻煩網友幫我禁止他 不要說何生 不要說屌尼六味 留了個鼻孫那些 真的我覺得很瘋子 除了我講之外 叫大家不要再聽 不能再看 昨晚那個名頂 馮智障和十九才子 他們都在說 解釋為什麼香港要說這麼多 充斥著這些 武功共性 八卦 低字 以及對大家 茶餘飯後的娛樂 那些東西 變了大家都掛著說 喂 你死到臘肉 你們那些東西就不能說 是吧 恆子現在升到他又說 萬九點 是不是會過二萬點 這個虛火的東西 你們吵你了 要不要跟別人分析 是吧 那些東西你們又不能去說 是吧 這個經貿辦的 這個間諜案 你們這些人 想吵K.O.你也說多一點 吵你了 何生何太 有沒有吵在何生的性能力高 還是 我們溫哥華 我明天問我們的何生 他性能力高 那個何老伯 明天我再問一下他 喂 何老伯 你的性能力高不高過香港 有關大家的事 所以 知識正常的 關心自己的福祉 這個香港的朋友 又或者在海外的人 我就覺得海外的人 一吃飽飯 也是無論事 你自己 譬如加拿大 吵你老婆有生火 你知不知 今晚吵你老婆 你不想你 杜魯多 吵你什麼母親節的時候 吵你什麼 他老婆不在這個旁邊 他吵那樣的心情 你沒想過 吵老多 吵你什麼母親節的時候 他老婆不在這個旁邊 他吵那樣的心情 你沒想過 澳洲那邊又說加稅 吵你什麼 你這群小子不想 這些事情 你們不夠理 你吵你什麼 是殺 老雷公這麼遠的香港 裡面 一對這樣的老爺 吵你什麼 是那些 那些屎屁屁屁屁屁屁 是不是 關你夠事 不要吵你 不要問我 大家記得 吵你什麼 真的不要說這一樣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馮智障 還有十九才之歌 是對的 多一些人聽的 KOL 或者一些時事評論節目 大大一些 辦賊 你們這些人 海外的人 我今天去到我老爸那裡 一去 去了 做什麼 做什麼 看什麼 節目 見了一個白頭四眼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個 他自己叫做脫債者 脫債者 然後跟著說回 陳研究章 和城寨的瓜葛 那些什麼 關是夠事嗎 算了 天天你們 又說讀好多書 又說什麼 知識分子 回舊 跟著Facebook裡面 每天都是這些 很難沒有意思 所以都不要再說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希望大家了解 給我 這樣做 進來 讓你們 來 不要浪費 大家 去 拿 拿 拿 感谢观看